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班工作 没有休息 我们都应该跟他们道一声辛苦 节日快乐 今天一早很多人的微信就像过年一样想个不停 在单位的时候很多朋友一见面也都会彼此的祝福一句 希望今天你们男士不光要在这个语言上去祝福身边的女性 在这行动上也得积极一点好好表现 好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感恩 感谢特殊的日子里我想对你说 想感谢女朋友吧 感谢她一直陪在身边一起努力 2014年级 我俩是异地 她去年刚来到长春工作 包括她怀胎十月 到最后把我生出来 把我抚养成人 都给我成长 就是一个母亲很伟大 倾国不让须眉折一天使得超凡人生 其实我觉得对于女性而言 尤其是对于90后的女性而言 我觉得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永远不要被社会的那些声音去影响你自己的选择 角色转换准爸爸体验分娩痛感 来吧 加油 好像肚子要裂 生孩子确实不容易 集中清理杂物 共建整洁社区 清雪清理对方物和楼道 还有院子里的杂物 我希望我们居民朋友 利用好垃圾分类回收 利用好建筑垃圾预约清理 利用好绿地的绿化认领之项活动 急救预堵车 摩托车小哥热心开路 他就从我们车旁边过来 挨个车他就敲窗户 我们一共用了15分钟左右 去到达现场了 如果是没有这个小哥疏通 我们估计20分钟也够想到 今天是所有女性朋友的节日 无论年轻年长已婚未婚 在这一天呢 他们都会收获来自家人朋友的祝福 那为了表达对女性同胞们的关案 不少单位今天都给女员工放假半天 我们单位呢 虽然由于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特殊 没有放假 但是在午餐的这个火之上 还是体现出来了 有一个档次很高的菜 当然男同事是不能吃的 没错 应该的 这个女性朋友确实都很辛苦 那么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你最想感谢的女性是谁 又有哪些心理话要对她说 今天一早我们的记者也走上街头 用镜头记录下了大家的心理话 大家好 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守望都市的记者 她妈婚姻结了 然后想问问您 在这一年当中 有没有就是特别想感性的某一位女性 我母亲吧 跟我父亲在外地做生意 我今年二十七了 然后还能就是继续上学读博 然后所以说 他们给我提供了通通的条件 我是去年退伍的 完了今年也是找到了 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我每天晚上都会 上下班之前都会跟那边 说一声 有我的消息就不会担心 妈妈您辛苦了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不让您担心 从我出生那天开始 母亲就很不容易 包括她怀胎十月 到最后把我生出来 把我抚养成人 恢复我成长 就是一个母亲很伟大 想感谢女朋友吧 感谢她一直陪在身边 一起努力 觉得外人挺不容易的 2014年纪 我俩是异地 她去年刚来到长春工作 其实每年的话 这个三八妇女节什么的 可能会给妈妈 可能有一些仪式感 我们每年也都给她 就是发个视频 或者是给她打电话 但是没有刻意的 就是说送个礼物什么的 我会每年都会 给我母亲买这衣服 比较暧昧 对对对 今年的话 有没有一些新意呢 可能想带她们出去玩吧 无疑的时候 三八节到了 希望我的爱人 能够工作顺利 在家照顾小孩辛苦了 希望她越来越漂亮 我爸是自己开了一家小工作室 这工作室不是很大 2020和21我想对自己说 希望你积极向上 自律性强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我们俩算有的 有些多年的交流 希望我这个老姐姐 能健康长寿 这是最大的希望 相伴永远 年轻的女孩 她们就更应该自立 更丰采 更积极向上 我希望我的贵之姐姐 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快地恢复 我们两个是姐妹花 我72 我六十六 我也希望天下的妇女 都像花一样 过好今天的三八妇女节 忘记年龄 好好生活 珍惜自己 珍惜当下 让自己的夕阳 更精彩 更炫烂 真好 在镜头前 我们听到大家表达的话 都是那么的温暖 那么真实 那么再次祝电视机前 所有的女性朋友们 永远幸福 永远快乐 那今天呢 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节日 早些年呢 流行过一句话 叫妇女能顶半边天 那如今呢 在咱们社会的各行各业 这女性朋友们 都在发挥着自己 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错 在家里 她们都是任劳任怨的 田螺姑娘 在工作岗位上 各个又都变身成了 这个女战士 无所不能三头六臂的 那这个节日 刚刚是她 听她们说其他人 那她们想对自己 对广大女同胞们 又有哪些想说的呢 之前没有激活过吗 要过来 我去帮你了 没有话就把这 跟着我走 我叫贾如 今年34岁 是一名律师 我是李平 今年43岁 我在社区工作 已经十个年头了 我叫甘俊玉 今年41岁 是一名公交司机 我叫李田 今年43岁 扶持妇联工作 已经有七八年了 我叫李敏 是明德小学的 一名语文教师 也是一名 班主任 今年40岁 我叫李云兴 今年36岁 是一名护士 我想用精致 来形容女性 能干 我感觉 我就是女汉子 那种行为 自立自强 我觉得应该是奉献吧 我想说是勇敢 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讲 就是说 你想要干 你喜欢的事 做你喜欢的工作 是相对来讲 比较难一点的 说到我觉得 可能负数 要比男性多一点吧 对于孩子来讲 因为你是一个母亲 你一定要是 对孩子负责人 我感觉跟男同胞一样 我们早上也是那么早起 也是跟他们一样发圈 没比他们少干的 反而感觉比他们多干 我们回家也还得干的 在家里头干活 就像买大米啥的 我都能灵动 我都可以说 不比男同志差 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地方 都需要有一些精致的仪式感设计 那结婚今天日要怎么样度过 然后自己的生日要怎么度过 像我就比较喜欢 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达成几个效果 比如说我在做瑜伽的时候 我可能让我的孩子在我的旁边 然后一边跟他聊天 一边让他学我一些动作 这样的话 我和他都得到了锻炼 另外我也有一个陪伴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 我觉得首先是 应该自己要自信 自立自强 在家庭当中 也是妈妈的一个角色 那么我也要给孩子 也要树立一定的榜样作用 我觉得我有一个双重的身份 作为一名教师 我每天教我的孩子们 如何去做一个 懂得回馈和感恩的孩子 那同时我也在教育 我自己的孩子 也做一个 知道心疼父母的一个孩子 虽然我双重身份比较辛苦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 获得了双重的幸福 我去武汉吧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考虑 在关键时刻 想到的就是应对这件事 而不是想到自己的安慰 疫情来说吧 冲在前方的女性还是剧多 作为一个女性 我觉得很骄傲也很自豪 我祝所有的女同胞们 节日快乐 也希望所有的女同胞们 做女神的同时 也要做更勇敢的女性 真诚地希望我们各位智慧女性 都能够智慧地应对生活中 各项挑战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能够拥有健康 拥有快乐 拥抱自我 我认为女性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世界 和自己的未来 祝天下所有的女性同胞 节日快乐 她是母亲 是女儿 是妻子 是同事 她也能顶起半边天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首先 她是她自己 可能喜欢旅行 喜欢唱歌跳舞 她心中也有着自己 乘风破浪的梦 希望在今天我们对身边的她 说爱你的时候 也说一句 希望你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随着时代的发展 女性早就已经撕掉了软弱的标签 新时代赋予我们女性的主流价值观 是独立与自强 没错 而且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 比方说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 处处都能遇到 感受到许多非凡的巾帼力量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认识一位 不甘平凡超越自我的90后 励志女性 张超凡 张超凡是文明长春形象大使 是中宣部推出的初才90后 是共青团四项最高荣誉的青年楷模 是十九大圆梦中国人 专场报告会最年轻的报告成员 写在她人生履历上的光辉时刻 太多太多 而她还有一个最自己的标签 创业者 在23岁当时放弃在北京保然的机会 回到家乡长春创业的 最开始从一个几百坪的 一个培训学校开始做起 一点点的陪伴孩子们一路成长 到今天已经是我回长春创业的第六年 然后现在呢 成立了这个超凡教育集团 和梦想公益基金会 也成立了3.5万坪的 这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1992年3月 超凡降落人间 可她的左小臂却遗落在了天堂 因为与众不同的身体 小时候她也曾有过一段孤单灰暗的童年 我一度觉得自己可能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尤其是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经常就是一个人 我其实最深刻的时候在上幼儿园 幼儿园都是上下铺 我永远都是睡在下铺的 而且是在转角处最没有阳光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在那个位置 我可以就是别人看不到我 但是我能看到大家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内心特别的安全 后来画画仿佛打开了超凡的另一扇窗 手中的画笔给予她无限力量 九岁考过国画专业酒机 以全国美术特长生壮业的成绩 如愿考入理想学府 毕业 超凡再次挑战自己 创业 扶贫 做公益 其实我觉得对于女性而言 尤其是对于90后的女性而言 我觉得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永远不要被社会的那些声音 去影响你自己的选择 因为我们永远都可以撕掉标签 去做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而且对于很多的残疾女性而言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样子本身就很美 我们是老天爷妇女的 最独一无二的一本作品 容貌焦虑 身材焦虑 社会的发展 让刺耳的声音传播得更快 女性似乎更容易陷入外界焦虑 其实生活的模样 取决于你心中所想的模样 从怯懦到坚强 从渺小到强大 从平凡到超凡 每一个阶段都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守望都市赵新张扬报道 作为当代女性 不仅仅要在职场上全力打拼 回家之后还要照顾孩子做家务 很多人说现在的女性是三头六臂 无所不能 我完全同意 但是免不了有那不听话的男性 又说了杠精 平时我们也没少干活 真就别降 要不服你生个孩子给我看看 对吧 这肯定就干不了 可能又有人说了 说那是我没这功能 要是能的话我也能生 千万别说大话 今天为了让准爸爸们能够了解妻子生产的艰辛 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带着几位准爸爸 通过专业仪器体验了一把分娩的感觉 痛感从一级到十级逐级递级递增 咱们看看这几位纯纯的东北爷们能坚持到几级 今天是三八国际赋论节 那现在在我旁边的是两位即将融成为父亲的准爸爸们 那一会儿我们将进入旁边这个神秘的房间 共同来一场奇妙的体验之旅 一会儿呢 我要给这位小伙子准爸爸做一下这个震动分娩液 首先呢 把我们的腹带绑到他的肚子上 用我们的贴片放到我们腹部的位置 然后进行逐级的上升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分娩模拟仪可以让准爸爸们来一次角色转换 体验到女士分娩的痛感 以此感受另一半的辛苦 不紧张很放松 对于实际疼痛 你现在有没有一个概念呢 没有 想体验一下 我现在有点紧张 我想感受一下我妻子当时生孩子的疼痛 欢迎使用分娩模拟仪 强度二级 现在是咱们的二级疼不疼 就是您的老婆现在已经疼了两三个小时了 能感觉到那种麻的感觉 强度三级 三级有点疼 随着体验正式开始 护士通过调节仪器 不断增加电流 刺激肌肉收缩 痛感从一级到十级 逐级递增 准爸爸赵先生和史先生的表情 也逐渐从开始的轻松 变得越来越痛苦 强度四级 在现场记者也加入到了体验当中 当痛感不断提升到达四级时 模拟出的疼痛便让人难以忍受 而分娩的疼痛要达到十级 我感受一下 太突然了 强度四级 强度五级 剧烈的痛感让人明显难以控制表情 包括记者在内的三位体验者 都出现咬牙 憋气 握拳 冒汗等情况 强度五级 这个就是强度五级了 就是马上我们进产房了 六级 不不不 来吧 加油 你要劲 不就很勇敢 强度六级 强度十级 肚子就是胀痛胀痛 特别痛的那种感觉 好像肚子要裂 是那种感觉 生孩子确实不容易 分娩结束 分娩失败 生出来了吗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就像 当时非常疼 非常疼 特别难 特别难 体验你辛苦 最终赵先生在痛感五级时 停止了体验 记者体验到了六级痛感 而史先生则坚持到了 最后的十级痛感 整个模拟体验过程 不过两三分钟 准爸爸们直呼受不了 而女性分娩时 无论从疼痛角度 还是持续时间 都没有可比性 本次体验 希望通过这种直观感受 能够让男士们 给予预产妻女性 更多的理解和关爱 守望都市 军阳 雨风报道 下面我们再来 关注女性健康 乳腺癌 宫颈癌 是威胁女性健康的 两大主要杀手 而这两种疾病 患病率高 治疗费用高 也让很多贫困家庭的 妇女放弃了治疗 为了提高 这些女性朋友的 生存质量 近日 吉林省慈善总会 吉林省复联 以及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人民医院 联合发起了 针对贫困家庭 两癌妇女 免费治疗的 爱心基金 乳腺癌 公颈癌 被称为威胁女性健康的 两大杀手 在我国 这两种癌症的发病人数 已经达到了42万和11万人次 为了提高女性朋友的生存质量 针对两癌筛查的相关项目 很早就在我省开展了 然而确诊后的家庭贫困女性 治疗费用对于他们来说 却是一个难题 为此 今年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 针对两癌贫困家庭的女性朋友 吉林省复联省慈善总会 正式实施免费医疗救助项目 这些患者在我们定点医院住院后 通过这个医保啊 大病救助啊 等一些政策报销之后 个人需要自付的部分 那就是由我们慈善救助的专项基金 还有我们医院的减免 同时呢 我们省慈善总会呢 对美丽患者还给予了1000块钱的资助 最终做到你让我们患者 你实行这个免费治疗 全省城乡地保家庭 特困供养家庭 以及脱贫家庭中患有两癌的 持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女性朋友 都可以向辖区刺商会或是复联提出申请 自行选择项目定点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 或者是吉林省人民医院 资格审核通过后 就可以安心接受治疗 所有的治疗费用 均由定点医院全部垫付 署网都市张牧新南报道 青岛啤酒畅向欢聚时刻 青岛啤酒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汪青县官局侦破团伙盗伐林木案 一小时内两次事故 交警识破胖瓷团伙 我跟那个车我俩发生刮碰了 完了他说那你看那得给你拿多钱 我正好说那咱就正常走就走就对 是不是 这这小子给我老弟也揍了 坐完车完只要杀水 坐一个美的刮牌车 溜了 这个唐某报警师称 与对方发生冲突的这个他弟弟唐某某 每次都会出现在事故的处理过程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今天早上朝阳区南湖街道春季卫生整治活动 在228社区正式启动 本次整治活动规模较大 由朝阳区市容局提供的机械设备 南湖街道办事处的保洁队伍 雇佣的专业经理队伍和成建科执法大队 共一百多人参与到此次整治活动中 清雪清理对方物楼道 还有院子的杂物 从今天开始应该是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推进 但这个社区好像得清两天 现在已经进行了四栋楼 两条街路的整治现场 本次整治活动预计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包括南湖街道辖区内的七个社区 重点在解决小片荒 避免居民侵占绿地种菜栽花的问题上 南湖街道方面表示 日后将会在整治区域派出专人 对整治工作进行专项管理 保证小区内长期干净整洁 在此次活动开展之前 二二八社区也积极参与了准备工作 我们社区负责的一个是宣传 二一个是动员 三一个是做老百姓的心理工作 因为这块老旧散的小区 他们室内外的对方物非常的多 然后老百姓这么多年 他们也不太愿意动 然后我们就挨家挨户地 跟他们做思想动员工作 我希望我们居民朋友 利用好垃圾分类回收 利用好建入垃圾预约清理 利用好这个绿地的绿化任领 这项活动 把我们的生活环境建设得更美 首昂都市新月宫磊报道 杂物的清理不仅仅让大家的生活环境变好了 也减少了很多的消防隐患 而作为消防灭火的消防产品 可以说是第一道安全防火墙 消防产品的真伪直接关系着我们大家的消防安全 为了确保辖区使用的消防产品有用有效 杜绝因消防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火灾隐患 近日白山市消防救援支队就开展了 消防产品集中打假专项检查行动 切实打击和震慑制受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违法行为 近日白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成立了专项检查组 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行动 重点对消火栓 应急照明灯 灭火器等消防产品进行检查 在市面上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也是家庭常用的自救器材之一 在购买时消费者要注意使用时间和有效日期 在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对一些商家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记录 要求商家对消防产品的质量要严格罢关 严禁为追求利益而销售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此项检查行动也在持续的开展当中 守望都市报道 从本月开始呢 长春市正式执行2020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有119种药品被新增进入目录 另外医保目录内原有的14种药品平均降价43.46% 3月8日根据长春医保发布的消息显示 3月1日起长春市正式执行2020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新增调入119种药品 调出29种临床价值不高的药品 最终纳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西药和中程药 共计2800种达到历年最多 此外通过价格谈判 14种医保目录内原有药品平均降价43.46% 将进一步减轻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 2018年谈判准入的17种抗癌药中 3种药品被纳入乙类管理 其余14种独家药品进行了续约或再次谈判 价格降幅平均为14.95% 个别一线抗癌药降幅超过60% 同时本次药品目录调整还新增了17种抗癌药 肿瘤用药的数量和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根据吉林省统一安排 我省特殊药品目录新增26种药品 其中涵盖了抗出血药 皮肤病用药 抗病毒药物 抗肿瘤药 激素类及相关药物 免疫抑制剂 抗精神病药 免疫球蛋白等8类药品 首阳都市 陈汉广为报道 吉林省的冰雪运动不仅在全国占有主流地位 各项青少年培养活动也是开展的如火如荼 虽然很多孩子已经开始接触冰雪运动项目 但是处在业余水平的他们 很难有一个展示的平台 随着吉林省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系列活动的推广 这些孩子终于有机会在赛场上一展风采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吉林省体育局冰商运动管理中心的苏华馆 作为吉林省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的系列活动之一 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短距离赛正在进行当中 那本次比赛从6岁到16岁共分为10个组编 共有来自全省的400余名孩子报名参加 幽8 幽10 幽6小孩 我们就设到100米比赛 这些吸引共同的孩子参与 稍微大一点的10岁12岁到14岁的孩子 我们就搞一个500米的比赛 主要目的还是让青少年积极地去投入这个项目的 自身同时能够喜欢上这个项目 本次青少年速度滑冰短距离赛 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比赛门槛 不需要比赛积分 不需要训练点线 只要你有一定的速滑基础 由学校业余体校俱乐部推荐 即可报名参加 赛道上很多孩子的滑行技术还很声色 对于孩子和家者们来说 名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孩子们拥有了一次 感受真正赛场的机会 我上的是四年级 学习滑冰的话 是从二年级开始 就会来这训练 不是第一次参加冰上的比赛 感觉怎么样 比较累 接下来全城体育部门 将以吉利城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的系列 推广活动为契机 开展一系列的青少年比赛 让孩子们能够拥有更多的展示平台 爽东市 王磊 海军巴达 接着往下看 今天长城市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 举办了庆三八驾驶员技能大比武 因为车队都是女性驾驶员 那么这个比赛也给驾驶员们 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 庆三八驾驶员技能大比武 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平稳行车和把心定位 这两个比赛项目 平稳行车是在车上放一碗水来考验驾驶员的稳定性 把心定位是考验驾驶员对于停车距离的掌握 来开饭 比赛的最后还给驾驶员们颁发了小礼物 车队队长表示 因为平日里驾驶员们的交集并不多 希望通过今天的比赛 带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妇女节 首昂都是一鸣彭飞报道 长春规划展览馆将从明天开始恢复开馆 届时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想了解长春的历史和发展 这里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 那么具体的开馆时间 我们来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长春规划展览馆将于3月9号星期二恢复运营 对公众免费开放 营业时间每周二到周日9点到16点30分 周一闭馆 请游客在开放时间内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入馆参观 为消除安全隐患 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 2021年3月5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对伊通河周边区域相关路段进行封闭 请司机师傅们注意绕行 通话市文旅局主动落实通话市委市政府 复工复产复试的要求 积极与各航公司对接推动航线复航 国航的通话到北京通话到天津广州线路将于3月16号正式复航 目前已开通网上售票 国航官方咨询电话95583受疫情防控影响 具体航班情况以机场发布的实时信息为准 3月10号到31号长春西至延济西间往返 乘1045次乘1046次乘1047次乘1048次恢复开行 3月10号至4月1号浑春至长春间往返 乘1042次乘1043次乘1040次恢复开行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急救预堵车 摩托车小哥热心开路 他就从我们车旁边过来 按一个车他就敲窗户 我们一共用了15分钟左右就到达现场了 如果是没有这个小哥疏通 我们估计20分钟也够想能到 8万元现金一落高铁 乘警完毕归账 好吧 谢谢你 车长和乘警就给我找了 我在特别东站追高 谢谢真的好事好事 汪青县官局侦破团伙盗伐林木案 这一片总共出了多少 两车 这一片伐点呢 是这个团伙 作案最小的一个地点 一小时内两次事故 交警识破碰瓷团伙 我跟那个车我俩发生过分了 完了你看说 那你看那北京拿走钱 我正好说那咱就正常走 就走向队 这小子给我了地走了 坐完车完 只要杀腿做一个美美的挂牌车 溜了 这个唐某报警时称 与对方发生冲突的这个 他弟弟唐某某 每次都会出现在事故的处理过程当中 坐火车与陌生人搭讪 排局套路要提防 你把四个炸弹都是正常的 有时候出六七个炸弹 炸弹必须出 还翻倍 这下午我就感觉这快就蛮大的 一把书 五六百六七百都有 轻血八卫片 国药轻烘血 血好心脑好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专制可谈喘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为了守护这座城市 急救人员24小时在线 随时给需要的病患提供救治 所以如果广大驾驶员 在路上遇到120救护车的时候 务必让行 要留出一条绿色的生命通道 就在昨天早上 长春120急救人员 再一次出诊时 就遇到了温馨的一幕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这一幕 就发生在3月7日的长春市 当天一辆长春急救的救护车 在出警时遇到了行车高峰 此时一台行驶在救护车前的摩托车 边走边停 并不停告知前方车辆 后方有救护车 9点55左右 我们接到的这个我们植物中心的通知 说有个患者拨打120 说是腹痛疼得比较厉害 看到卖场 大概六七百米左右的这个路上的时候 遇到这个道路拥堵 我们就拉着警报走 正好呢就是有个骑车的一个小哥 他就从我们车旁边过来 挨个车他就敲窗户 他敲完窗户给这个车手说完之后 每辆车都让了 急救人员介绍 事发当天摩托车驾驶员帮助急救车疏通前方道路后就驶离了现场 由于需要快速完成急救任务 急救人员也没来得及确认驾驶员身份 但其实类似的事情对于急救人员来说并不罕见 以前也遇到过但是昨天嘛我们遇到这小哥之后就感觉特别感动 昨天那个路段嘛那个时间确实有点堵车 去往卖场 完了之后我们一共用了15分钟左右就到达现场了 如果是没有这个小哥疏通 我们估计20分钟也够想想到 为急救车让行能够体现出一座城市的人文温度 而对于如何更规范的让行 急救人员也给出了提示 就比方说在这个道路有允许的情况下 向左或向右啊 完了大方向 所有车都动到情况下 把中间就会让出一条通道 首昂都市报道 要给这名摩托车小哥点赞 也要给这些司机师傅点赞 其实有的时候呢 做好事先爱心并没那么难 可能就只是动几下方向盘 而在下面这个事来说 只是尽自己的职责 献了一时的爱心 就帮助人找回了8万元的巨款 近日一名旅客在乘坐高铁的时候 一时粗心 竟装有8万元现金和贵重物品的书包 就落在了列车上了 当天直乘的列车长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立即和乘警一起来到车厢 帮助旅客寻找 3月4日 在长春西至长沙南的高1292次列车上 乘警接到旅客刘先生的求助 说自己在下车时将两个双肩背包移望在车上 背包内有8万元现金和笔记本电脑等物品 接到求助后 城景和列车长迅速来到刘先生下车前的座位寻找背包 找到背包后 城景和列车长第一时间将背包带到餐车进行清点 经过和施主我们电话的联系 发现里面物品一致 其中有8万元现金 然后价值1万4千元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一部 和其他衣物入管 先点包内物品 这个旅客资数说有8万现金 那一个笔记本电脑 8万现金 取回这都市包裹 我们也紧急合适完毕 与贺币站站台交集 有两个都是啊 对 先点一下钱 当天晚上刘先生赶到贺币东站 在核队无误后将背包取回 车长和乘警就给我找了 在贺币东站取包 去谢谢去 真的好人好事 我还得联系送给你提醒呢 守王都市家路雨丰报道 我们都知道乱砍滥罚是违法行为 但是还是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 知法犯法 近日汪清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 就成功侦破了一起囤火盗罚林木案 违法人员共计采罚林木 一百余立方米 近日汪清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 汪清地区林业派出所 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 在汪清县东光镇某村附近的林地 传出邮聚伐木作业的轰鸣声 疑似有人非法盗罚林木 大家看这片林子啊 这就是他们作案的地方 包括眼前的这一片 这都已经是罚完的了 随处可见都是罚根啊 包括像现在这样的木头 这些都是他们罚完的 经过排查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获 据朱某供述 盗罚团伙共有五人 他们是自2020年11月起 在汪清县东光镇某村附近山林 组织团伙成员进行倒罚作业 其主要用途是加工聚墨子 树罚完了以后 直接就在这拿机器血了呗 这就是那个架机器的地方 这一片总共出了多少 两车 这一片罚点呢 是这个团伙 作案最小的一个地点 咱们看着 其实是很多的林木 但是都已经被罚坏了 你看这罚根随处可见 经过现场减持 朱某盗罚团伙 共计采伐林木100余立方米 目前警方已对五名嫌疑人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守王都市报道 烂砍道罚 这是新黑 给大伙出个脑筋计刀玩 什么动物牙黑呢 答案是蚂蚁 因为蚂蚁压黑 最近在某短视频社交平台上 有一个叫蚂蚁压黑的特效火辣 许多网友都把自己的照片 导入了一款便脸的软件当中 然后照片就会被算法驱动 变成一段跟着节奏晃动的视频 但是玩的挺欢 你可别忘了这后边可能存在着 巨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可以操纵一张图片 让它做出和右边这个视频中 一样的动作来 比如说点头摇头还有说话等等 可以用于攻击人脸识别系统的 这种场景当中 我们可以生成系统指定的这些 张嘴啊点头啊摇头之类的 指定的动作 然后最终我们就可以冒充这个人 完成了人脸验证的环节 不久前 由清华大学孵化的一个 从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团队 向记者演示了这项技术 所存在的安全漏洞 那我先验证一下 因为这个手机都录录了 我同时之前的照片 然后我现在直接来去测试的话 是没有办法解锁手机的 都是提示人脸不匹配 而在技术人员戴上了一副 特制的眼镜之后 就可以迅速解锁 手机人脸识别系统 随后技术人员用相似的方式 将市面上共19款 运用人脸识别技术 解锁屏幕的手机逐一击破 就比如说我们想利用A的图像 去解锁开B的手机 需要拿到B的一张照片 我们在电脑上把这张照片 保存到我们的工程文件夹里面 然后就跑一下我们的一个算法的程序 跑完算法之后 它两张图片的相似度 能达到60%多 把这张图片打印出来 比如说这个眼镜的话 就是把其中的眼部和鼻子 这个部分给它剪出来 A如果我就拿到这个部分信息 以后的话 我就可以冒充B了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一张换脸照片 一段深度合成的伪造视频 也有可能让人脸识别系统出现错误 右上角的这个视频 是我们原始的一段真实的视频 右下角是我们一位同事的真实的图片 可以看到这两个人 五官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利用AI换脸的技术 将我们这位男同事的图片 换到我们原始的视频上面 生成了这样一段 非常有反差性的一个 换脸的伪造的视频 如果这种换脸的技术 被不法的分子利用 可能会被用于虚假的宣传 网络诈骗等等的场景当中 社网都市报道 那么除了技术本身的风险 人脸识别在应用的过程当中 还会产生哪些 值得关注的安全问题呢 目前有许多用户出于 人脸信息被泄露的顾虑 对这一技术感到不信任 专家表示相关立法案 已经在重点关注 人脸数据的采集和管理 正在制定的 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的一个规定 主要是规制 这个专业的这些信息收集人员 他对于个人人脸信息的采集 事先就要获取对方的同意 你的处理过程的话呢 你必须也是要赋予 这个当事人如果不同意 可以随时撤回 而且呢你这个数据处理的话呢 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 要保证这个数据的安全 专家提出 对数据安全的保护 也不能因噎废食 被终端采集的人脸数据 应当安全的存放 高效的运转 比如说我们用本条逃犯 对整个公共的安全 对保护大家的财产 或生命的安全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衡量 这个隐私的保护 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不是那简单的说 有的人就因为说 要对人脸这个信息做保护 我们就应该禁止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使用 那么这个就有点极端了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公共意义 和个人意义的权衡问题 首网都市报道 一小时内两次事故 交警识破碰瓷团伙 坐火车与陌生人搭讪 排局套路要提防 一把四个炸弹就正好 有时候出六七个炸弹 而且炸弹必须出 很翻倍 这下我就感觉这排局蛮大的 一把出五六百六七百都有 清血八味片 国药清捧血 血好 洗脑好 本来没有长春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首网都市 继续来看新闻 2月17号晚上10点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双阳区大队 接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报警 就在民警赶往现场的时候 该男子又说 自己又和第三台车发生了碰撞 现场还发生了纠纷和肢体冲突 而随着警方对这起交通事故的深入调查 一个碰瓷团伙浮出了水面 2月17号晚上10点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双阳区大队接到一男子报警称 在东华大街与长山路交汇附近 发生交通事故 值班民警赶赴现场途中 该男子再次报警 乘车又与第三台车发生碰撞 我跟那个车伙俩发生过碰了 完了他说那你看得给你拿多钱 我正好说那咱就正常走就走相对 这小子给我老弟也揍了 坐完车完再要杀水 坐一个美美的挂牌车溜了 他找一个开越野车就过来了 他奉我来了 印象又互动又创的我车 报警人他驾驶的是一台灰色的轿车 与对方的白色轿车发生了寡蹭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 他说第二起碰撞也确实是存在 而且车损比第一起的要大 根据调查 第一起事故的白色轿车驾驶人 与唐某的弟弟发生轻微肢体冲突 北山路派出所民警 将相关人员带回做进一步调查 而通过询问现场情况 民警察觉到案件似乎有些蹊跷 对这个相关人员的信息 进行了这个筛查 发现当晚报警的这名唐姓男子 在一年之内有过多次的 这个交通事故的报警记录 这个唐某报警时称与对方发生冲突的这个他弟弟唐某某 每次都会出现在事故的处理过程当中 民警还发现上述案件在处理过程中 唐某都会提出对方有酒驾或各种违法行为 发现异常后 交警队将情况提供给北山路派出所 一方面这个走访排查过去报警啊 包括以往往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些信息 第二天啊 本主派出所对这案取得了这个重大的突破 找到了三名三名被下人 民警调查后证实 唐某其弟唐某某其女友陈某 有驾车故意碰撞车辆敲诈勒索的重大违法犯罪嫌疑 证据面前唐某 唐某某等人 对其违法犯罪事实公认不讳 唐某和唐某某已经于2月18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陈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发当晚其他人员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 交警大队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当中 首王都市 新京 宇峰报道 乘坐火车长途出行的时候 与陌生人同处在一个车厢内 彼此之间就难免会有一些交流 那么这个时候临坐的旅客 邀请你一起打牌 你会答应吗 如果打牌的时候涉及到钱 你会提防吗 湖南衡阳的张先生呢 在一次外出的时候 就遭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本想着娱乐一下 消磨一下无聊的时光 但没想到这一下子 让他损失了数千元 家住湖南衡阳的张先生 在广州打工 2020年7月 乘坐火车回湖南老家 我一个人在卧部坐着 坐着然后就玩手机 然后过了一个男的 他说兄弟打牌过 我无聊的 咱们打牌玩一玩 想着可以靠打牌打发时间 张先生同意了陌生人的邀请 见此陌生男子起身 准备再拉一个人来一起打牌 就刚好又过了一个男的 他就问 兄弟打牌过 他一起来多地主了 起初张先生手细不错 连续赢了几把 和饭钱绰绰有余 而此时其中一人提议增加一些赌注 重新加码后 张先生的手气依然不错 然而这却没有帮助张先生赢得牌局 反而逐渐输多赢少 最终张先生提出不再继续了 半小时不到的时间 他已经输了近5000元 事后张先生怎么都觉得这个牌局有些蹊跷 于是便报了警 事实上 衡阳铁路公安处的民警 一陆续接到多起类似报案 有人甚至输掉了上万元 跟张先生的遭遇一样 被害人往往都会先赢几局 犯罪嫌疑人便找机会提出增加赌注 由此开始 被害人便彻底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当中 犯罪嫌疑人通过洗牌 答案语的方式 往往可以让被害人输多赢少 就这样 5块10块的赌注 在一次次加码翻倍后 往往被害人会输掉几百上千元 而看着自己一手好牌 被害人往往不会察觉到这其中的猫腻 每一局都抱着这把我能赢的心态 却在不断输钱 2020年11月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部署下 一场针对犯罪嫌疑人的收网行动 就此展开 接着往下看 很多家庭都有腌肉腌菜的习惯 不过泡菜虽然美味 但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安全 最近杭州的一名5岁的小女孩 在吃了自家腌制的泡菜之后 中毒了 杭州的王先生春节全家聚餐时 拿出两周前腌制的泡菜 给5岁的孩子食用 刚吃了没多久 孩子就出现了不适症状 王先生赶紧把他送到就近的医院急诊科 当我拿下他的口罩 发现他嘴唇发紫 看他指甲盖都是紫色的 然后到墙就是测血氧饱和度 只有83 有明确的缺氧症状 医护人员立即制定治疗方案 并实施相应的解毒治疗与检查 经诊断孩子的症状是典型的 亚硝酸盐中毒 导致其中毒的直接原因 就是那盘家长自制的烟泡菜 所以就诊断性治疗的 用上了特效解毒 亚甲兰 用上去之后效果比较明显 各方面症状都好转了 养饱和度也上去了 这时候我们就考虑治疗有效 索性经治疗 孩子恢复良好 以脱离生命危险 医生表示 烟菜在腌制后的两个星期内 亚硝酸盐含量达到最高峰 之后开始下降 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放心食用 但即便如此 市民在生活中 也应尽量少吃腌制类食品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3月4号上午 广西罗城四把镇龙马村小学 发生了一起突发性的延时崩塌 在落实砸到教室之前 学校的全体教职工 仅用了50秒钟 就安全有序地撤离到了空旷的操场上 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避灾 8点20左右吧 然后突然有一种轰隆轰隆的声音下来 我也当时情况非常着急 我也不知道这声音是爆炸声音 还是地震的声音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声音不正常 我第一个时间就反应说孩子们跑出去跑出去 龙马小学背靠山体 险情发生时 学生们正在上尘读课 听到有少量碎石垮落的声音 学校老师反应迅速 有趣的组织学生撤离教室 我跑到一楼的办公室 然后拿起那个铃啊 平常我们做地震演练 我说平常遇到什么情急 我们就摇这个铃来 这个警报 然后有些摇了铃以后 那些学生就跑出来了 师生们刚刚安全撤离出教室 一块巨石随之滚落 砸穿了一年级教室的墙体 不过由于撤离及时 全校师生成功避险 未发生人员伤亡 目前学校也正在积极组织 对学生的安抚工作 这次教科书式的撤离 离不开平时的训练 据了解 校方曾经多次组织师生 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演练 提告了大家 对于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 应急自救和护救能力 对于老师和同学们的迅速反应 作为校长 我内心感到十分的欣慰 说明我们平时的安全教育是有效的 今后我们学校将继续加强安全教育 增加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 怕这堂喝减醇 俊乐宝减醇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新的资美品质生活 好运牛绕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看福克生宝宝做月子 到博大喜宝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新的资美品质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体育老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天气逐渐变暖 春天即将到来 最近几天通话室的冰临花开始迎春绽放了 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欣赏一下冰临花开始的美丽景象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